7月24日,2022年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迎来里程碑,赛道模块测试,获得国际雪车联合会,国际雪橇联合会相关专家第一支认可,赛道下一步将进入主体核心部分的施工。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效果图,北京冬奥组理工图,北京冬奥组理规划建设部场管建设,一处副处长却别介绍,模块测试是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施工建设过程中,最重要和关键的一环,该测试将雪车雪橇赛道中的一段完整赛道单独採出。 在正式赛道施工建设前,由国际雪车联合会,国际雪橇联合会,进行联合认证验收。 目前,已获得国际权为机构,对雪车雪橇赛道,各专项施工技术,及多种专利技术的认可。 在收到认证报告之后,赛道下一步将进入主体核心部分的施工。 雪车雪橇项目是冬奥会中速度最快的项目,专业性强,及具观赏性。 北京冬奥会的雪车雪橇赛道是全世界第十八条,中国第一条,地形条件复杂,施工难度大,在项目选址。 赛道特征,模块构造,施工工艺等方面,真是国内首次尝试,为了本次模块测试,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业主单位和施工方,进行为一年多的准备。 在国际雪车联合会,国际雪橇联合会专家的监督下,由施工方现场对模块赛道,进行喷射或凝土施工。 盆雪或凝土施工是颇具力度和视觉冲击力的动态过程,虽然该方法早在1907年就在美国,发明,并初步运用于复杂去面修复等特殊施工,但在国内将这一方法,用于主体结构建造,特别是赛道,还是头一魂,模块测试共有四组,全部搭建模仿局部赛道的试验段。 试验一段从钢筋龙骨,金属护网到聚冷管,中材料,构造到细节尺寸,完全按照真实情况进行1比1的搭建和施工。 被控经贸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颤舟介绍,塞到了有平面,斜面和立面。 在昏凝土喷射立面时,如果昏凝土太稠,机器会喷不出来,如果太稀,则往下坠,把昏凝土做到不稀不稠,还能在立面上站住。 很难,施工帮总工程师周勤则告诉记者一个有趣的事情,由于喷射混凝土时后坐力较大,对喷射手的身高体重都有要求,身高至少1米75,体重80公斤以上,才能扛得住后坐力。 而且,喷射混凝土还需要不间断作业,为了保持体能,喷射手在施工之余坚持体能训练。 国际雪车联合会赛道委员会委员托马斯士瓦博表示,经过对赛道的质量,钢筋混凝土工程的测试,结果非常好。 通过模块测试是这个赛道建设的一个里程碑,之后,我们就可以修建赛道了。 北京城堡记者王海亮 北京城堡记者王海亮